蓬勃设作了一个预估大概今年中国的顺差会达到1万亿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 因为现在黑色星期五和圣诞的购物季也快来了 国际航空的货运集团正在争相的增加从中国出发的航班 因为要运货等等的导致这个国际运费就大幅度的上涨 紧接着中国却开始出手了 这个是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周五联合发布的一份重磅公报 从12月起会取消履财和同财的出口退税 为说明原因 其次公告还宣布部分成品 由光伏电池 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 是由13%下调到了9% 目前为止我去看了一下 现在两派态度 想要亮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派态度是什么 他觉得出口退税就是中国补贴全球 反而你还要骂我说我去倾销全球 好了 现在我就不给你退税 或者我就下调退税 这样的话 第一就是有利于中国快速的出清 有一些劣质的一些企业 第二个就是可以拉高美国的通膨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只有好让美国自己 或者是让外国自己来调高自己的售价 那么第二派说法 就觉得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一定会影响就业 而且准备期限只有15天的时间 有一点太短了企业来不及反应 我还想请亮哥就中美竞争的战略的角度 以及中国产业的影响 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首先是 你如果把出口退税拿掉 那这些个别产业赚的钱很少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最高的就是 那个铝矿嘛 就有一些铝矿啦 同财啦 那有一些像光伏 我们用光伏做例子啊 好 那个第三季出口退税是34亿美元 那光伏产业的净利润只有60亿 这60亿再扣掉出口退税 那就只有26亿 那你也知道光伏产业在国内制造 也要动用很多中下游啦之类的 那当然你刚讲的所谓的就业冲击 那肯定有的啦 就说你这个会造成中下游啦 原物料这个雇用的减少嘛 可是呢 也就是这个坦白讲也是一种产业升级啦 就你要集中资源来做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嘛 那你都做这一种铜啊铝啊光伏啊 那实际上利润很低啊 因为中国大陆内卷太厉害 坦白讲我跟你讲啊 这个以前有人做过一个比较研究啊 说为什么中国的厂商不能互相协调 不要内卷 那日本为什么做得到 日本都是联合垄断的啊你知道吧 可是后来有人去研究美国啊 那后来我觉得那个结论比较合理啊 就大陆型的经济啊 你要协调同业 联合垄断 难度真的比较高 因为太大了 那日本那个坦白说啦 日本坐车子啊 大概只有四五家公司 那中国大陆可能是 四五十家啊 你怎么协调呢 所以 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经济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啊 那可是呢 他也作为 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市场啊 所以我说这个有好有坏啊 就日本你表面上看 好像他可以协调出口价格啊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也会造成 他的创新的变慢 对 所以日本现在也面对了 创新太少的挑战啊 那中国大陆表面上看是内卷 没有错啊 可是也逼你创新啊 那我觉得 因为川普即将上台嘛 所以大陆政府决定采取了 比较积极向上创新的策略 对 就是说你赚那么少啊 你就不要补贴你了啦 这个国家 国家的钱也有限啊 怎么补贴你这种 利润那么少的行业对不对 那不如啊 就少做点啊 那我这个钱还可以拿去 补贴一些新创产业啊 搞不好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国家却对自己有限的补贴经费的 金打细算 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是 那金打细算当然是为了产业升级啦 那第二个就是因应川普 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量太大了 是 那我如果降低出口退税 那肯定有一些行业就会减少出口嘛 因为我跟你讲啊 那个川普现在手上的数字啊 我们过去 我们从那个去年9月算到今年8月 我看过美国海关的数字 我跟你讲 川普只会看美国海关的数字啦 他不会理中国大陆海关的数字啦 他的数字是去年9月到今年8月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831 这很吓人啊 川普不能接受 那那个中国大陆一定会说没那么多啦 没那么多啦 我们自己有数字啊 可是我跟你讲他不理你啊 他就根据美国的海关数字 我举个例子告诉你啊 美国的海关数字 台湾的对美国的顺差是650亿 我们台湾这边自己的数字说不到500亿 那川普不会理你啦 川普就用他的数字 所以你去想吧 如果这个2831的顺差啊 那比如说你这个出口退税减一减啊 搞不好可以减个200亿啊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出口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这个单价都不是太便宜的啊 这个 这个成品油啊 光伏啊 电池啦 铝财铜财 这个都是诱重啊 你还要浪费你的海运船等等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个应该经过多方的精打细算 就说中国大陆也该做产业升级了啊 不应该把有限的政府补贴的钱啊 再来补贴这种产业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降低对美国的顺差啦 那第三当然就是 坦白讲这些产业 恐怕也是污染性比较高的啦 对环境也比较不友善 所以我认为是有多方的考虑啊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 会不会造成失业啦 因为定刀变少啊 那他的相关的产业 也会因为这样都联动到嘛 我认为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产业升级本来就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就要逼他们去新创 其他的产业啊 就这样 亮哥你有没有发现 之前都是彭博社路透社 会抢先中国大陆率先的 披露一些大陆政策的重磅信息 但是这一次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消息 是中国大陆直接放出这条消息 给大家我觉得很没有一点准备的感觉 我都没有看到 我华尔街也没有看到都没有 这个真的是 隐匿的很好 那这个彭博社 不是说那个圣诞节大家都超买吗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贸易顺差到12月会更可怕 因为我刚跟你讲那个数字 是从去年9月算到今年8月 是 可是我估计11 12 两个月又会大增 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有人超买吧 因为现在还没有加关税啊 我就先囤货 嗯 这个有点像这个中国大陆 提前去买那个阿斯迈尔 对 的那个DUV一样了 中国大陆本来占阿斯迈尔DUV全世界的这个购买的市占率大概25% 结果上一季增加到40% 所以这完全一样了 还有中国大陆也有一阵子吧 我记得好像是今年的第一季 还有去年的第一第四季 对台积电大买 对 那就是因为担心会有新的制裁嘛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 那反正没关系啦 就是 呃今年这个爆买啊 这个 可是你刚讲那个 1万亿美元的顺差 指的是全世界 对全球 不是全球贸易顺差 那当然美国的贸易顺差 有可能 从这个我们刚讲的 2830 然后超过3000亿 这个当然有可能 嗯这个就给了川普 可能进一步打贸易战的一个理由和借口了 当然其实刚刚提到的中国调降这个出口关税 从亮哥的角度来分析就是权衡利弊 不仅仅是中国的产业升级 不仅仅是中国想要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必须要让美国拉高通膨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也是在对于川普 类类类类似于是好吧 因为我相当于我自己出新这些产业 我就减少了中国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 所以之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中国还会有哪一些的举措 好 好 谢谢观看